我們今天呢就來討論關於大家認為 Gas7的回歸呢會有哪一些問題 可能我下星期不能總加班 好辛苦喔 我自己是不喜歡加班的人 所以我上班是可以趕快做完的 就趕快做完 對然後我一定要準時下班 因為公司也不會給加班費 所以我是不喜歡加班的人 好那我們來討論一下這個話題吧 那你們也是可以隨時的留言 然後我都會看 那我個人呢覺得Gas7回歸呢 因為去年一整年嘛 大家都看到成員們都在做個人的專輯啊 然後個人的音 像Mark是歌曲嘛 Jackson也是歌曲 然後綜藝 那像真龍除了歌曲之外他還要拍戲嘛 然後再來就是 BenBen跟龍仔還有有錢他們都 還有JB也是都有出 專輯啊 單曲的部分 等一下我切一些 把它切小一點好了 對 那去年一整年都 畢竟成員們都過得非常的活躍嘛 不管是 雜誌還是歌曲那些都好 但是再來就是Gas7回歸呢 首先一定要有歌曲嘛 就是譬如說要寫歌誰要寫歌啊 或者是找別人寫嘛 然後作詞作曲 然後錄音 然後 7個人要配合的時間啊 或什麼之類的 那除了歌曲的部分呢 那當然他們可能也會討論說 會不會是有MV啊 因為畢竟 MV不可能只是單純就是音源嘛 因為像Mark就先連單曲的話 他都是有拍MV的部分 對 所以再來可能就會考慮到MV的部分 那拍攝的時間呢 因為畢竟現在成員們都還沒有聚在一塊嘛 那MV會不會拍攝呢 那既然會拍攝MV 那是不是還會有 比如說像專輯的 構思 比如說 造型 然後可能MV要拍什麼 然後或者是 就是專輯的那些像寫真書啊 然後 整套下來 比如說那個寫真書要怎麼樣去印刷 那這可能除了成員們在討論 討論之外 錢包收太快 這個月錢包 上個月 錢包收很快 除了討論 成員們自己討論歌曲之外呢 還有的就是 各大經濟公司 他們的經濟公司要怎麼樣去 討論出一個 實行的辦法 因為這個超短的耶這個 拍攝或什麼之類的話 畢竟 公司們也要先去協調好行程啊 因為真榮必須拍戲拍到 好哦 畢竟公司也要去協調 他們原本既定好的一個行程內容 然後要去敲 而且如果真的敲好了一段時間 那要怎麼樣在 最快的一個時間內把這個專輯完成 我覺得這是 有點難度的 所以雖然BENBEN跟MARK還有 可能真榮都有點偷漏說 欸今年GARCYM會回歸 但 什麼時候回歸真的是我覺得不好說啦 雖然BENBEN是說成員們只要一進到 韓國 大家應該都知道大概什麼時候了 但我覺得可能還是會需要一點時間 對 那現在考量到 畢竟 有些人不是說5月份好像會去德國嘛 那在 這之前要完成所有的事情 我覺得可能難度上還是有的啦 那我覺得考量到這個部分 要嘛就是 2月中過後 2月底 他們回來 然後隔離結束 因為畢竟韓國的疫情其實蠻嚴峻 所以 想說你們對於他們回歸呢 是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你們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嗎 你們會覺得說 難度是會難在哪裡呢 是這個吧 Meet me 我覺得還是疫情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韓國好像已經放棄那個 追蹤的部分嘛 因為他們實在是爆得太快了 就畢竟進去也要兩個禮拜吧 尤其是 Mark從美國如果要入進韓國的話 畢竟風險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覺得 可能隔離的時間會再拖比較長一點 因為那個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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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am 還什麼的 它不是 其實潛伏器有點神奇 但我可能他們我在想他們路徑的話 那段時間應該也不會顯著啦 對 我個人是覺得回歸其實要處理的問題是蠻多的 對 但我覺得他們如果真的回歸那天我真的會爆哭 是不是 這樣就是aux 我真的不知道 就去成功了 然後我想把頭給他 來resse你 請os